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只也是观众反馈想看的一只小短杆 然后短杆的话就是完全的一个抛光面 那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只比的一个尺寸吧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看超级小超级小的 我觉得这一只比的话还是要搭配我手上唯一的一只短杆比 那我先拿一下 好,这一只,那我们先摆一下位置 先拿146,然后200 那200其实的比身本身也是很小 他这只更小 然后我的MVU我想的话也是短杆嘛 结果还是比这只还要再大 好,那能看到那整本身的一个比的大小,非常非常小 好,呃,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呃,插帮,不是插帮帮吗 难道是怎么用的,看一下啊,果然是,呃,有点小紧 那笔尖的话我们可以寻理的看一下 那这个先放一边去 那笔尖的话,这个,来来来,都选开一下 好 ok ok 好,能看到的这个笔尖的话呢 好像是比200的笔尖还要再小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包尖的原因呢 但是百利金的尖本身是偏长的 就整个他是拉长一点 比平常笔尖能跟146去对比一下 你能看得出来,其实有点拉长的感觉 那这支的话笔尖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就好像有点是往外弯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啊 好,那先不管了 那这支笔本身仿的是一支法国的品牌 我倒是忘记了 但是我看过这支笔的一个原版 它是一个法国品牌的笔 那仿哪一个品牌我就呃,不讲了 那也因为没什么意义 因为即使那支原版的 我估计除非是说有人想看 不然的话基本上我是不会考虑去买回来的 好,那整支笔的话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先 重量呢就是这样 哎 16.2左右的一个重量呢 重量以它这个体型来讲还真算挺重的一支笔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指纹收集器这支笔 这支笔 好,那16点多的一个笔 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长度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好 108.19就108吧 108的一个呃本身那个长度 那整支笔真的非常非常小 然后再下来呢 哇 不是很好吧这支笔 呃 然后应该是给我直接这么去用的吧 当我这么去用 我感觉很快几下就有毛痕了 但这么去用整支笔才刚刚好可以架起来 不然的话你不放这个 嗯,你看这 完全你看都人在我手中这样子打圈了 好,那所以用下的必须给给盖帽 那盖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先 那盖帽的话143.25这样子的一个长度 那能给你们再看清楚一点啊 好,那这个就大高的一个尺寸等等量完了 好,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 那这一个那能看到我刚刚一拿回来说其实非常干净的 我现在一拿我整个指纹就收集上去了 另外有一个这样子的小飞机 个人就看你们喜不喜欢了 那这个小飞机主要看这个 嗯,呃,像这一类的一个设计的话 其实它是没办法防那个防滚的 起码得像这样子 你看这这个才有效吗 你看这样 就是这个不是大笔和小笔的一个问题 这是就是这个这个设计本身的一个问题 那我给你拿另外一支我的那个之前就是 嗯,鸡尾过的这支啊 应该有看过视频都知道 鸡尾21k的一个玩家 那来看 它还是一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是比较的话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这个是设计问题啊 好,然后再下来这支笔真的要讲的真的没地方讲 那首先我只能说这支笔非常干净利索 然后这里它有一点比较好 就没有追求那个一体式的设计 然后再上来了就是这个的一个形状 也是我喜欢的鱼类型 好,然后其他的因为也没有别的地方了 那我觉得大概这样子 然后这个卡上去的地方真的要 是不是有点那个啊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上面已经有点这个这个 你看我这个,你看 不是指纹了 好像质量有点堪忧啊 已经是掉了这个这个不是 不知道是我买回来是这样子还是怎么样 然后呢再下来我们 照先不管了 这个的话你看有点松动 呃,就是设计本身的话 我不知道原版有没有这个情况 但现在这支的话 嗯,就是有点小问题 就是这么这个地方不松的话就感觉怪怪的 重心上的话,嗯 反而是还可以 重心上的话一个调整 我我认为是ok的 你看,呃,伪重 那反正就是也还行吗 因为它是一个 往后一个,呃,套帽的一个形式嘛 比肩的话打滑 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种 呃,金属笔握的话 打滑的几率其实还好 呃,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一个 就是这个在你真的日常书写的话 没有这么夸张的一个效果 那打滑的话有打滑的 应该是说金属有金属的好 不能不能一上来就假定 他说这个一定会打滑 其实也不一定得要看是什么能用 因为每个不可能一个人我手笔都能用 或者是说,嗯,我所有笔都能符合 就一直笔人符合所有的人 这个不太可能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款来给你选择了 呃,包间的话 反而我个人觉得就中规中矩吧 我个人不是很偏好 因为我没太懂包间 当初被设计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做起来他这个包间 我觉得会就如果知道冲压的 或者怎么去断断造的 或者是说有开开过膜的 有些经验的人都知道 应该这个东西呃,不是那么好做 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没太懂他这样子换 是想说给你直接选下来吗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样子百利金的那个机制 我个人觉得会更好一点 如果是说真的让我这样子选下来 那如果拔的话换肩的话 那就专门就是DIY玩家的一个事情吗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去拆的话 我更喜欢就一片一拔 然后就搞定 还是说这个有什么定位的一个特点 怎么样,呃,我也不知道 好,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啊,这个先放一遍吧,又掉了 好,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这个笔呢 从这里看,你能看到他不是顺着的一个笔尖 那这个笔尖相对来讲会比较 特别一点 那能看到呢 他是直接这么看 你看这里是往上凹的 他是这样子一个笔尖 那这样子一个笔尖 不知道是不是会弹性比较大 还是怎么样这么去设计的 反正比较意外的是应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曲面 然后上面就是打完自己的一个logo 好,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伊犁 伊犁的话 首先能看到他是比较细长的一个伊犁 然后呢 再下来是一个圆滑性的打 前面也是一个圆 比较圆滑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磨 然后下面也是就整根笔的打磨都是偏圆的 就有点像水滴这样子的 中缝看起来夹的也挺紧的 中也没有看能透到我下面那个就是底面啊 就桌面吧 也没有透到 然后再下来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那大概这样子 我就赶紧先来那个书写一下 看一下这一笔的一个效果怎么样了 上墨的话啊 诶 对还没看怎么上墨呢 来来来来来来干净的 哦又是诶 这个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外壳 然后简短版的一个吸摩器 呃有点好奇 这个吸摩器感觉好像还不错 不知道跟长的差别是什么 但是这个短的用起来好像 除了储默量比较低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缺点了 好再下来 啊随便捏几下 呃呃 小的比就是这点不好看 前面的都会有那一个 就是会弄到那个墨 应该是有墨了吧 哎有了有了 能点出来那就有了 有有有 OK 金属笔握的话就这时候比较好 就插笔比较好插 你看到一插就马上就干净了 然后这个啊这个 如果它上面不是有这个飞机形状 我还真 我还刚刚真真准备拿这一根 然后直接给套进去了 呃有个小缺点 好 这个好像镀的上面不是非常的好 呃怎么讲非常的牢固或者非常的稳定啊 就这个质量 但是这个笔的话我不知道 但这个笔反正就是也有他自己特色了 他主要是配上这个尖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书写效果 刚刚拍完的那只啊 应该你们都知道 然后再下来我我我我试一下这只吧 好那书写完了 那得出一个重点 第一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只比他一开始 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刀笔器了 那个我没有拿出来 我看他送了一个我还以为是负送的 然后现在写完就知道了 那这只笔 你们能看到他出没来讲不是特别顺 你看又大又小又大又小的 那这个这只笔真的需要刀笔器去 稍微的调整一下他这个出没 然后另外一个细的话都挺细的 能看到这个尖的话能跟上面的这个原子笔对 原子笔对比真的非常非常细 写起来的手感反而是还还ok 但是这只笔你用刀笔器调整完 以后出的时候 我觉得就没有他这样子一个特色 另外这个声音听一下 弹性它是有一点的 但是你看他这种你看我压的时候它是能出没的 你们所以说他这个笔尖是没有问题 他不是断墨 就是说出没量呢 但这个出没量真的是有点难控制 真的需要刀笔器去调整一下 然后再下来的话 手感上面来讲就是跟非常接近现在的中性笔 或者原子笔的那个斜感 嗯出风的话 我认为应该也算是好出风了吧 应该这样子这样如果真的想出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出风应该不难 那大概整支笔就这样吧 就斜感上面我认为还是ok的 但笔的一个设计等等的就非常的 嗯见能见智了 这个就喜不喜欢的话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大概这样吧 然后这支笔的话 这个有点不好拔 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反正有有点人人眼前一亮 那反正也感谢这位观众的一个推荐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说有什么我漏奖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